快手咬红豆小汤圆 店员夹起脚步打包 今天是冬至 甜品店一大早就开始备料 老板身兼外送员 洗机车外送 软糊糊的红豆汤圆 差不多500多杯 这都两三天前订的 今天下午应该还会很忙 22号清晨 桃园杨梅测得6.7度 是本岛平地最低温 新竹关西7度 吉隆七度7.5度 气象署发布低温特报 北北吉桃 新竹县 宜兰县 吉马地区亮橘灯 苗栗县则亮黄灯 预报员也提醒 入夜后的温度还是偏低 要提醒大家 在今夜明晨这段期间 我们在北部宜兰花莲的 局部地区 以及金门马祖 可能都还是有这种 低于10度或是6度左右的气温 尤其其他各地 虽然有可能不在特报的范围之内 但是整体上面 我们降温的幅度 大概也在12到14度以下 所以感受上面 都还是相当的寒冷 玉山气象站 早上特德零下5.7度 气温纵降更出现绝美雾松 变身银白事件 寒流来袭 大家都期盼气温回升 除了这波寒流之外 紧接着下一波的大陆冷气团 预计在礼拜天的时候南下 到礼拜一的这一天 还是会影响我们 届时的气温在北台湾 也大约会降到12到14度左右 那后续我们可以看到 在26号之后 一直到下周四之前 气温是持续在回升的状况 台湾这几天变成冻番薯 提醒民众外出要做好保暖 才不会冷得受不了 大爱新闻 周某如电影中 许英豪台北报道 寒流来袭